阔别一年,我推的孩子虽然看似讨论度减低许多那份热潮现象也不再如以往鼎盛 不过到了这个第二季消息逐步披露的过程 再到如今本番的二次元舞台剧OP与ED的正式公开 我原本想说第一季变成变文曲都如此精彩了 第二季你还能玩出什么新高度呢? 而当我拜见玩了第一话,沉醉其中过了数秒才惊醒 我的天啊,那个戏剧张力,那主题曲的画面依静女歌词设计怎么还是可以这么好 你又觉得如何呢? 大家好,我是雅次元 久等了各位爱战的粉丝朋友先生女士们 欢迎来到暑期唱当《我推的孩子》第二季2.5次元舞台片 还没看的都诚挚妖妮且出共商 已经看完第一话的我相信感想各个都有所不同 但至少对我来说 以下想和大家聊聊的主题 也就是粗话的微感想与主题曲的歌词画面上昔 我相信仍旧是热情未减、画面未变、效果打满 并且无论是OP还是ED都依然是一场又一场光与影的想言 你是说像这种光影响咽吗? 不是 你竟然都出来可以好好转喘吗? 观众的眼都快瞎了 我也快瞎了 哦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推的孩子》《沉浸式漫画光影展》已经正式登场 日本经营社官方MangaDive首次与台湾引进《我推的孩子》《沉浸式漫画光影展》 几月起一直到9月6号位置将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Magic Box华丽开展 现场不只有满满的《我推人物》世界特务 在原本惊叹的漫画风景以全新视觉神光效果诠释的360度环境投影空间 仿佛沉浸于自你生我兜的命运舞台置身于峰回路转的复仇剧之中 像这些帅哥妹妹的魅力紧收眼底 《我推的孩子》《沉浸式漫画光影展》 《沉浸式漫画光影展》《沉浸各大出败平台》只有卖中 小方资讯栏都有详细资讯连结 7月比较忙 没关系 现在赶紧抢8月仓遭流优惠也都来得及 姚妮一起体验这场颠覆传统踏破舞台的视觉动漫饗宴 所以说OK不要说乱想阿嬷你看嘛 那就首先进入主题 《我推的孩子》单论动画绝对是2023年名声打得最闪亮最成功的作品没有之一 它那爆发式的展开极具人格特质的角色与演艺圈真实黑暗面的剧情片排 都塑造了这部作品的亮眼之处 而来到2024 动画工房绝美戏暴击翻双开现世的临座爱丽同学 再来则是这部我推的第二季 在已经十个月年 观众必须稍微重新认识作品的挑战下 监督屏幕大幅与制作组 监友群依然扮出了表现相当不错的开局 不只是他们将本篇章剧情中整个2.5次任务台剧的序曲人物出场 一刀位置放满开头3分钟 并且采用小幅度倒续法的演出决策令人压抑与欣赏 在舞台剧排练的过程中 使用单色泼气的细节收法与合乐器的彩点插入来塑造人物间的对立竞争的心境 那个色彩斑斓那个霸气 蝶框更是让人冲播好几次 当然延续至第二季的人格魅力 包括少欠一会超级帅气一会又气嘟嘟超可爱 欢迎大家加入我大请教 此外甜少素打 呃呃抱歉讲错 有马加战的个性与演技积极又强势 新角色几川哥纳英诚 外表下也是藏着颗好胜的演艺之心 而在结尾登场的剧中舞台剧漫画原作老师一夜市 语出惊人两个字 直接中出来全场一巴掌 哇那震撼淡的效果简直了 如果没看过我推漫画是真的会被这样的反差给惊折到 总之第一话虽然总体内容不算多 不过从一开始就给好给满了压力与紧错编排 一直持续到最后直接丢给你一颗卖光子的大炸弹 无论如何都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起头 而同时这个篇章的人物成长驻咒也相当明确 相信只要文杂文大 无无推的孩子势必还有机会缔造又一次成功的TV动画改编 但是第一话能有如此电影感拉满的效果呈现 有一部分还是得归功于我们今天的主角 German的Fatal与杨文学的Burning 这两首神秘又强势的歌曲 首先是木骨龙爷与中岛剑人共组的限定双人团German 取双子座的英文Gemini 并拿掉中间的I 是遗留蓝红双子所带来的这首以致命为取名的Fatal 这先别说歌词或欧比画面 光是上面这样的团名加标题的寓意就足够 让人细细品味这其中的奥妙与惊悚 如果说第一季的IDOL是关于爱情与谎言 第二季的即是关于影之间的自我认同 有被演员活动推动至今的中岛剑人 加上黑暗摇滚戏的创作歌手木骨龙爷 Gega的编曲配上龙爷的词曲担当 同时当然还有OP演出导演主下良平 作奸平山宽菜与众原画师的努力 才诞生了这么一首既致命激烈 又层层缠绕着自我渴望的Fatal 那么在这首快节奏带有自嘲的歌曲里 厌见不一定为凭 耳听不一定为真 所有人事物都是作秀都是场秀 但最后再代彰显着极可一词的无限重量 一开头的歌词以从梦中真言醒来 却徒留回忆就骂着自己的武力为起头 街上烧尽神区的绝望 持续焚烧的冲劲 体现着大宗作品最开头吸引了一只死就 一直在黑暗燃烧不往复仇的人生 画面也以阴天白日下的城市风景为底 一个个带出这次2.5次元舞台片的主要出场人物 与竞争对立的仪式 从AQUA和这季没太多出场机会的Ruby 他们两个身影与前世神情的叠加 再到原作漫画第6次 封面映照上来的吉祥寺老师与教导老师 随后河岸大桥下少千与佳奈透过宴祭的冰友相见 以及更多这次舞台剧的主演 配角 穿上笼套等 都在这东京的白日黄昏夜晚之下起居一趟 并随着歌词 渴求着干涸的爱的流氓心通 舞台开幕 举目开眼 传说日真实与虚假的观影追逐也从此开启 在天上可耀眼的星光 心野爱的传说与硕大的阴影笼罩下 那在阴影之中诞生的双胞胎 无论前世 今生 都永远逃不过母亲那致命的爱 那任性而自私的态度 不仅画面用极度带感的刀刃啊滑板 电视墙的神秘流让我们再次重温的那一幕死亡所带来的冲击 傻人出现的神秘少女AKA罗里生以及由精英骨骼重组的Aqua 也应对着歌词中你赋予我致命的缺陷 使我脱离正轨这一段 让他们母亲与子女前世与今生的关系 持续持续的神话 而且还没有听哦 接下来潺而游历的 ONEGAI SANGDASI 那从深水中神出的三只手展现了小矮还在舞台上活跃的虚假 握住了观众席上他的家人们喝彩乃至暗淡的真实 也有一次的ONEGAI 不断在牵制与今生关于影子间低饱和度的失色意境来回串接串查起步跳跃 这其实也一直响应着我推在演艺人生与复仇大剧之下的隐藏命题 也就是从动画的第一劲一直说到现在的爱的影响 就算已经纹固就算传奇不在 那高怪于天空的长根性 人人崇拜的偶像 依然从未中断他对这个世界 对这群后继者们的深远影响 尤其被辛云艾所拯救两次 也因为对他的推崇而活了两回的传道开兄妹 他们都曾因听辛云艾的谎言而深追其中 也因追逐爱的视线而持续成长 也有小的兄妹想抓住爱的表情是既令人心疼 又能感受到那莫可奈何的无助感 也更加放大了他们仿佛要冲破身体的心神 拜托了 倾听我的声音注视我的存在 无论是纠结歪出的伤口 还是命运鸣刻的悲痛 只有你能照耀我昔日的遗憾 门飞聚合舞台扩张 以光明保护阴影 以阴影笼照光明 以真实包裹虚假 以虚假贯彻真实 阿古尔和杜比一个和五条下游一样的纵神跳跃 跳进了缺乏爱的世界 跳进了轮回的命舞台 OP进入复古的画面 此编文说就是又帅又美 除了帅还是美 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年轻艺人们 一个个在东京Blade的虚构舞台上交锋 以真实的心情面对眼前的高墙 歌词持续呐喊着少了你 我无法度活 我愿意奉献一切填满您的缺失的爱 并一直来到后段重复着致命的爱人 必然的命运注定的爱上 代表着十字今日依然无法放下的兄妹俩的心情 还有他们身在影子中却想追逐光的神子 也藉由请注视我我最爱的致命之人 一句张显本次舞台剧哥鲁演员们内心最深层的渴望 注视我的身上 注视我的改变 注视我的长大 注视那个即将超越你的我 画面点表示也毫不选择 前面提过的光鱼影的试验亦不是说假的 一连串包含第一季与第二季动画的背景 前拍子依序占出了不同的小圈圈团体 或是主角们不同的面貌 或许演的真实 或许笑得虚假 但无论是哪一种哪一劲 都毫无疑问是他们渴望被注视的其中一种姿态 然后就只有游妈小妹妹三个团剧镜头都出现 看了你这季很出风头是吧 当然OP的最后也不免俗要给各位来发达的 在汗上零零的舞台剧羡慕之后 光彩多么的舞台下那坐于黑眼观众席的身影 结果我们都知道是一种表现手法 是想隐喻妈妈一直都在看着你们的温暖如情 但结合了整首歌的意境表达 爱将最后短短几乎的现身 却也不免让人不寒而栗 光透过数个快速镜头 就能让我们了解角色过去的背景 透过舞台的呈现手法 让对立与竞争的活热感由来而生 而且更藉由黑暗嘲讽 挖出自我的歌词 一直反复强调变剧情话 憧憬之光但始终碰不着光的黑影的意涵 这就是Jimmy的这首Fetal所带来的魔力 是一首精心为了我推的孩子而设计的短叙事作品 戏如人生 我们在饰演他人的道路上能够走多高呢? 而在OB主题曲的手组后 我们换个味道来奏向阳光学带来的Burning 夏宇利用明亮纯粹的歌声描写我们这一代人迷茫 伤痛与渴望的眼闻学 本回ED也是摇滚 也是穿透黑暗的追求 但与OP相比有着稍微不同的方向与主轴 最大的差异无非就是整首ED 都是以本季相对没细分的Ruby为主演 核心风格走的是一个单色调的意识流 曲风与画面走的则是文艺的情绪渲染 首先Burning一鸣就很有意思 理想燃烧的生命之物是什么? 是手伤的理想?是崩坏的现实?是虚假的渴望? 还是几乎要被扼杀殆尽战斗而痛苦的感情? 透过鲁里的视角 我们延续着OP所带来的真实与虚假 让ED里的女孩在魔物与物弥漫之中 在成群乌鸦正式之下 有破灭的虚无本向耀眼的真实 回收到ED的开头 镜头带到了鼓励于空无舞台上的玻璃金球 歌词则带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比 用我该向谁诉说这已成为疾病的受伤 来暗指Ruby笑容之下隐藏的真心 并且是予以曾想在时局前放手 曾想在毁坏前去挨 来做歌词心绪传达的接壤 并配了Ruby在一片空白中的舞动与逐步染色 准备开始接入副歌的高潮 上一季的ED是AQUA带着迷茫沉入水中 这一季则换成Ruby沉入了逐渐染色混入的迷途 随后心爱的吊飾陷落 六芒星的眼瞳觉醒 蜆挂的玻璃球破碎鲜红的血墨飞剑 人命一张白衣的Ruby被彻底染成了纯黑 有如从白天鹅坠落为黑天鹅 那神情是堪比OP的周星 那身影是对比脆弱的坚强 虽然Ruby在本片剧中的前期一直都不算是特别突出的角色 毕竟在需要处理黑串线与勇马将来成长线的前提下 Ruby的活跃大多止步于比小婷的演艺活动 以及妈妈的接班人的形象 更也不像哥哥一样有能力穿梭于各个舞台场域 然而这并不代表这名怀抱着梦想而死 并且因为梦想而生的少女 没有属于她的痛苦苦喊与燃烧 接着清晰明亮的歌词所唱出的I'm crying 少女不去的伤痕 无论怎样的痛楚 还有燃烧自我的性命 出出歌词串联一进 让我们无论看见的 听见的 都是一名伤痕累累的少女的挣扎 可以同时 看见的 听见的 亦是一名从未止步的少女的前进 即将一声 奔跑 奔跑 再奔跑 向着嫩耀言的心灰 向着嫩善 向着自我真实的门飞 门飞之后的深处 可能是得以倾诉一切的机会 也可能是持续燃烧的漆黑 可能是令人热泪盈光的谎言 也可能是一直以来所渴望的奇迹 而1D最后的一幕 乌鸦与血 行不离 有无再悼念又一个梦想的烧雀 也像是在帮未来成长的故事 埋下终有一天会幻灭的伏笔 人生如戏 我们在饰演自己的道路上 还能够走得多远呢 你愿意牺牲多少 来换取人生的渴求 我推的孩子 本次无论是OP还是ED 都是在诉说真实与虚假的意境之中 被阴影折蔽的人们 对于光明理想梦想真心的进驻 并且也一再强调 我推就是一部剧 是一个所有人都是观众 所有人也都是演员的无止境舞台 也许我推终究是部参杂着 南南女里爱恋以偶像为体的复仇剧 她也没再讲什么特别的大道理 所有角色的塑造的 也都是为了帮熊妹最后的复仇责 结局铺路 然而至少在这个2.5次元舞台片 我们有机会好好深入 包括Aqua在内其他角色的心里 看看他们如何在你真我多无法预测的命运舞台之上 展现出面具之下真正的自我 也许是融入型演员和生育型演员彼此的交心 融合重生 也许是天才心与努力行之间相互遥望的眼神与殊途 人生如戏也细如人生 我们在这一天拉开诗目的人生故事中 想扮演的想成为的是什么样的存在 也许这季度我推到孩子能够给予你渴望的解答 也可能我会但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在舞台上的角色 与独属于你自己的那份使命的情感 以上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想应该还有许多先进一时无法与三言两语表达 那就请大家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想法欲补充的 都欢迎留言分享 喜欢影片的话也别忘记订阅追踪我的频道 也能开启小铃铛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支持 那么就这样 想说故事好好生活 我是雅次元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